高雄市议员黄杰的罢免案 以6万5258票不同一票 高于同一的55394票 罢免宣告失败 对于结果黄杰一度哽咽 表示感谢凤山人 让他能继续服务相亲 也针对报复性罢免 希望透过这一次凤山为前车之鉴 止住仇恨蔓延 三鞠躬表达感谢 高雄市议员黄杰罢免投票 最终以同意55394票 不同意65258票 罢捷确定失败 这个月造成我们很多 凤山相亲的纷纷扰扰 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 说着说着一度哽咽 针对这次罢免案 黄杰坦言造成凤山人额外困扰 相当抱歉 上午投完票后 一直在许智杰不误处 看开票过程 凤山人也因此写下了 台湾独一无二的民主的历史 从去年到现在 投下了四次的选票 格外的有意义 罢捷失败代表凤山人 肯定黄杰的努力 这次投票 黄杰认为报复性罢免 就该用行动止住蔓延 凤山人用行动 在这里止住了仇恨 止住了报复 我们不希望 接下来还有 许许多多的地方 都正在面临挑战 除了感谢凤山区民众 更感谢一路走来的盟友 力挺到底 其实台湾的社会 不应该用那种负面的力量 在做人生的攻击跟挑拨 真的希望国民党 是可而止 到此为止 罢免案宣告失败 黄杰以行动 守住凤山 承诺会继续为民尽力 用温暖抵制恶意 记者梁家伙 王超旭 SNG小组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霸解案 今天正式落幕了 虽然在开票过程当中 浮城高中 一度爆发了监票冲突 不过霸解票数呢 最后是以 55394票落败 黄杰是顺利 保住了他的议员席次 不过国民党党部副主委 曹繁荣认为 霸解的票数呢 比黄杰的当选票数 多了三倍之多 虽然民进党 这次靠着大军押近 拿下了胜利 但同一霸解冲突了 5万多票 也是民意的警讯 投开票所内冲突 一触即发 来监票的妇人 怒控悬务人员 开票程序有问题 悬务人员不甘示弱 双方隔空互呛 惊动远警 到场劝阻 冲突地点 浮城高中投开票所 一连爆发两起冲突 一早有民众还没投票 就急着监票 和选务人员起口角 下午又因为开票程序 爆发冲突 幸好警方及时到场 化解危机 不过随着票数陆续开出 霸解总部 气氛越来越凝重 不同意罢免票 大幅领先同意罢免票 差距越来越大 高雄国民党党部副主委 曹桓荣 痛批绿营选前 发动大军压境 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蔡政府 蔡总统为了保皇杰议员 大军压境 所有的规模 跟所有的进行的 活动的方式 都比照市长补选的 一个太阳 尽管霸解团体 最后只拿到 55394票罢免失败 但这票数足足是 黄杰选议员 18000多票的三倍 也被视为警讯 民意在哪里 我们就会在哪里 我们失败了 但是我们小虾米 并没有输 因为我们小虾米 惊动到了 总统之尊的大金鱼 黄杰罢免案 被视为蓝绿双方角力赛 虽然成功保住 议员席赐 但也为2022选战 买下伏笔 这种梅宣田宇 韩张崇敏 王毅宇 SNG小组 高雄报道 艺人许孝顺 今天下午到了 基隆庙口 发放春联 去年她就表达了 想参选 基隆市长的意愿 因此趁着过年 发春联 跟民众互动 也被视为是 参战的起手势 不过最近一位 鸡排妹事件 徐孝顺也被网友翻出了 她之前在节目中 遭到揶揄 也涉及了性骚扰 不过她澄清说 鸡排妹并没有认为不舒服 肢体接触也都有先沟通 她说如果网络酸民 继续抹黑 也已经违请律师 进行搜证 伸手要引导拍摄 但徐孝顺这动作 却不小心 跟她照程序 不小心 我刚刚手放下 不小心也碰到她 那你完了 会不会待会怎么样 我刚才有不愉快的感觉吗 没有 她当下没有提出就没关系 是是是 因为这边记者要拍到所以 对对 肢体动作比较大 赶紧道歉 就是怕再被误会 全是因为鸡排妹和翁立友的 性骚引运 让网友翻出 徐孝顺在节目上 曾经和鸡排妹有过肢体接触 所以我们律师团谈了结果 他讲说 有人犯罪 有人去提告 我已经被伤害到了 他说 徐孝顺聚居了 市长还要不要 当他要选市长的时候 把这一段拿出来 没听错 徐孝顺就是想要参选金融市长 假日到金融庙口 写春联送民众 和湘兴拔甘情 而徐孝顺目前无党无派 有可能代表民众党来参战吗 徐孝顺没有排斥 跟任何一个政党合作 因为现在毕竟还有超过 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才要去宣布说 我现在要跟谁合作 或是我自己人独立参选 现在大家就各自准备 各自好好的读书 考试来的时候才会考高分 徐孝顺大动作办活动 而也有机会参选金融市长的 民进党金融立委蔡世英这样说 在市场发送口罩活动 我们也都取消改成来索取 所以就是说任何的活动都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避免 群聚的一个感染 其实蔡世英 蔡立委 我们都是好朋友 没有谁在拴谁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我想邀请蔡立委 下一场我们两个一起办 也没关系 金融百里侯之争 有意愿的已经开始暖身 记者富山林春节 黄卫才 萧瑞生金融采访报导 马上要过年了 政党现在纷纷释出了 贺岁片送上祝福 民进党以还好吗为主题 关心疫情下民众的生活 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 也特别感谢大家 配合防疫政策 还好有你 而国民党这方面 则是以辛苦了 来凸显2020年 民众面临五星架 莱猪进口等等威胁 但仔细看一看 不管是拍摄手法 呈现的方式 都跟民进党非常相像雷同 难道是抄袭吗 对此国民党表示说 他们就是故意要做成对照族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亲自为新年贺岁影片现身 过去一年 大家真的辛苦了 无薪假没有尽头 减薪裁员让人心怀 民党满路的商品 反而让人更忙碌 迅速来出中天关台争议 国民党大打温情牌 要大家别气馁 但这影片怎么好像跟上个月 民进党释出的短片相当类似 还好吗 还好有你们 总统蔡英文去年底帮民进党拍摄新年影片 虽然遭遇疫情 但靠着大家努力 不只防疫成功 更将台湾推向国际 仔细比一比 不管色调 拍摄手法 或是旁白配音的呈现方式 都超级像 要讲的劳见劳飞 去越来越多 辛苦的 许多人因此跟着是台湾 还好我们有彼此 国民党强调 就是刻意模仿要戳破执政党 自我感觉良好假象 民进党则抢拦淋 故意将台湾的经济成长防疫表现 视而不见 而两支影片各自说出人民不同心声 究竟2020是辛苦了或是还好吗 大家有不同解读 解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